在很多大學的參與科系裡面 他會防復基本的參與衛生安全開始 我們這個班大概有差不多一半多的人 在進來這個學校之前是參與相關科系 但有一些不是 不管你過去是不是那個參與衛生相關科系 背景的學生 也不管你怎麼有幾道陣道 大家大概都能夠理解說 參與衛生安全它有扮演的重要性 可是如果不講一件實際的案例的話 恐怕你這個類似不太有機會遇到真實的事件 所發生的情況 於是呢 最近發生一則新聞大家來看一下你的講義 你的講義有正盤兩面 你現在都要葉馬 我們從那個葉馬一開始 這個新聞是發生在3月10號 哪一天就最近而已 就最近幾年的3月10號所出來的新聞 當然新聞講是之前的事情 這個事件正在陸續發射當中 它的影響所及會影響到這個主要發生的國家 就是丹麥 影響到整個北歐 影響到整個歐洲 甚至會衝擊到米其里的那個餐廳的新等 認證的這件事情 於是這個新聞當中會給我們很多的啟發 那這個講義比較 我把它綜合性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所以在第一頁的上面啊 會講那個新聞的案例 第一頁的那個下面 葉馬一的下面會提到 對這個病毒的認識 其實在過年期間 我有提醒我的部分學生知道這件事情 不過主要是用法系的學生 再來是第二頁會提到說這個病毒跟各位的所學有什麼關係 如果這跟用法系有關係的話就 我試以為是 那這跟大家比較直接的相關 好再來第三頁啊 第三頁就會提到什麼呢 第三頁會提到說這個其實跟不同的族群之間有密切的關係 有另外一種病毒 我們本來上個禮拜開始就要講細菌這件事情 這裡面應該要講病毒 不過細菌跟病毒的開動可以講 所以慢慢來 最後第四頁我們就把這個新聞做一下統整 特別是第四頁的新聞大家看一下 那個基本上是來自於一個 我們這邊不太看得到的新聞媒體 就是香港民報 香港民報的報導 香港民報也沒那麼厲害啦 坦白說 所以你看那個第四頁馬四的最後那一項 香港民報是收集外電 收集外電來自於幾個地方 第一個法新社 法新社是哪裡 是法國的新聞社 然後衛報 衛報是英國的新聞媒體 再來是金融時報 餐廳食物政府跟金融有關朋友 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最後是新華社 這是中國很重要的新聞媒體 所以你會知道這樣的事情發生之後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看網路上面找一找 或者去電視上面轉一轉 就會發現中華民文台灣啊 對這些事情非常非常的不重視 不重視的程度到了一個害怕的事情 我是這麼想 在座各位 恐怕終究會有幾個同學 將來搞不好會有機會去這種 像那個農馬這種等級的產品裡面去服務 也許會 在你半場的文章當中 所以你可以了解一下這件事情有重要性 他們我們上禮拜考慮到那個花生醬的案例 大部分的同學啊 比較沒有那個耐心去最後那個事件到最後